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给我听着 找不到食物不许回家 听见吗 真饿 饿得我走路都不稳了 大家一定要保持警惕 千万注意附近有没有狼 如果有人 我来保护你们 肥羊 我正饿着呢 我今天终于明白了 什么叫守住带羊 肚子不许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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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害了我 看我不吃了你 对了 多弄几个 回去打发我老婆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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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找食物找得很辛苦 你看看 我这里被蚊子咬了一个大包 不就是给蚊子咬了几口吗 那么娇气 你未免也太没良心了吧 我辛辛苦给你找到了这些 小肥羊 大卦子 不挣气的东西 出去了一天 就只弄到一些破果子 没用的东西 这果子又香又甜 颜色鲜美 果汁丰富 皮薄馅大 我是特地带回来给你吃的 连羊羔肉都不如它的营养好 我就是想吃羊羔肉嘛 嗯 黄蝎 黄蝎 黄蝎为了我们狼一项吃羊的优良传统 和我们与羊做斗争的神圣尊严 我也 今天吃羊 不吃水果 水果可以美容 是吗 其实表面上看颜色很诱人 但是我闻了一下气味有点怪怪的 那我给你处理一下 我先给你榨出果汁 把它装进瓶子里 然后再放上蜂蜜搅拌 最后把它放到冰箱里冰一冰 绝对是一流的果汁饮料 这样等上半个小时 你喝上一口绝对有绝佳的美容功效 羊肉包太好吃了 老婆 放进冰箱拿出来就变得好看多了 来 我给你打开 我受不了了 好臭 刚好你这家伙搞出这样个臭死人的东西 快滚了去吃 这哪是美容蜜汁 简直就是化学武器臭味毒气蛋 你这个家伙 你想臭死我 化学武器 老婆 我想到了 为什么我们不做这样的臭味毒气蛋去抓羊 都过来了 这回得好好地尝尝我的威力无比的臭味毒气蛋了 今天我要把你们全部臭熏刀 然后都把你们带回去 好 风向正确 射程准确 发炮 成功了 威力真大 跟原子弹一样 太好了 赶快装进袋子里 还剩一颗臭味毒气蛋没用 感冒好难过 好口渴 这个家伙怎么醒了 别喝 好臭好臭 我也中臭蛋了 发生什么事了 好危险 灰太郎把我们装进了大袋子里 好像我刚才中了一种臭鸡蛋 然后晕倒了 被灰太郎装进袋子里 幸亏我感冒 闻得臭鸡少一点 不然我们都要遭殃的 我想到了 胞子里 好厉害 汤也热冷 肚子也饿了 就等羊下锅了 怎么还不回来 出来 醒醒 醒醒 出来 老婆 我今天抓了四只小肥羊 我们可以好好的每餐一顿 老公 你真了不起 羊在哪 在我的袋子里装的 你这个骗子 这是羊吗 这只十年 怎么回事 我明明抓到羊装进袋子里的 怎么变成石头了呢 我想起来了 我好像也中了臭味毒气蛋了 所以小羊都跑了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倒嘴的肥羊都跑了 不要担心 我们可以再制作更多的臭味毒气蛋 我就不信 臭不到一只小羊 嗯 什么 你们被臭气熏得晕倒了 对呀 好像装在瓶子里扔过来的 我还差点当饮料喝呢 哦 我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跟我来 嗯 根据我们羊类百科全书的记载 灰太狼用的一定是森林里的一种野果子 就是这个叫臭臭果的 今天才成熟一次 榨出葛汁 搅拌蜂蜜放进冰箱 就发生化学反应 产生大量臭气 能够熏到所有动物二十分钟内醒不过来 好可怕呀 我最怕臭了 我不怕我感冒了 一定有办法解决的 嗯 书上说 只要臭臭果上喷上一种香水 就可以让灰太狼做的臭味毒气氮的化学反应加快 等它放进冰箱 一冰冻就会提前爆炸 香水 美洋洋有 哎呀 我的香水好贵的 为了大家 你应该把香水奉献出来 就这样了 大家赶紧行动 嗯 够了够了 少喷点 这可是为了对付灰太狼啊 嘿嘿 美洋洋 你要懂事啊 不然我们中了毒气袋就惨了 哦 好吧 那你们喷吧 嗯 嗯 小心 好像有声音 大家躲一下 嘿 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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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B profession 唉 嘿嘿嘿 老婆 我们要装大瓶的 我要做一个大大的巨物霸臭味毒气蛋 这个就能把整个羊村炸飞上天 然后我们就等着羊肉从天上掉下来吧 村长 我们喷了香水会提前发生化学反应吗 一定会的 看来他们要装进冰箱里了 来 大家一起数吧 三 二 一 一 好臭 好臭 臭死了